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没想到我们前面在讲康熙和乾隆在选立继承人时都有过犹豫或者更换 但道光做皇子时那可是毫无疑问的皇位继承人选 因为道光的特殊身份和他在做皇子时期的几个重要表现 让朝廷内外基本都知道家庆立处非一而谁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道光皇帝是如何继位的 为什么没有兄弟和他进行激烈的处为之争 嘉庆25年7月 61岁的嘉庆皇帝按照惯例前往成德进行木兰秋显 那抵达任何行宫之后啊他就感到身体不适 随同前来的皇次子棉宁和皇次子棉心朝夕视策 到25日嘉庆帝就病毒紧急召集随行的众臣来到身边 让他们攻起绝侠 就是共同把放有秘密立处诏书的那个小金匣子打开 公布了棉宁作为皇位继承人 然后嘉庆就农遇上宾了 那有关嘉庆帝临终前公布遗诏的记载 嘉庆和道光两朝的实录啊 都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样记录的 读起来啊 让人感觉虽然嘉庆帝的病情恶化的很突然 但他还是有条不紊的交代了后事 然后才撒手人寰 但是根据一些实料的记载 事实并非如此 道光帝的即位 还是经历了一些小波折在里面 首先我们还是得回到之前给大家反复讲过的 这个秘密立处制度 那根据雍正皇帝制定的秘密立处制度 皇帝在生前要秘密写立预旨 指定皇位继承人 然后将预旨放在前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 等皇帝临终或者去世之后再公布 但是有学者指出 到了嘉庆的时候 他担心将这个秘罩放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不安全 被人突换了怎么办 宫廷里发生火灾烧掉了怎么办 所以就把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改为了奸藏绝侠 就是由皇帝把这个放有秘罩的小匣子给藏起来 至于藏在哪里 外人就很难得知了 其实秘密立储制度从雍正设立以来 在道光继位以前 只有乾隆和嘉庆两任皇帝实践过 乾隆曾经回忆父亲临终时的情况说 逮皇考传位正宫宣誓秘奸 仓促之际正不敢自行启封 赵同大学是二太张廷玉当面斩监敬月 就是在新军和众臣的共同见证之下开启秘罩 那到嘉庆即位的时候 由于乾隆是在世的时候就把皇位善让给了儿子 所以乾隆是召集了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 亲自当众打开了秘罩 宣布了储君人选 那到嘉庆帝临终的时候 这个秘密立储诏书到底放在哪里 好像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 嘉庆帝的病情是急剧恶化 等到大臣们奉赵聚集到皇帝身边之后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那诏书也并不是在他的指示之下 大家共同开启的 而是直到他去世之后 大臣们到处翻找 都找不到这个立储诏书究竟在哪里 有学者甚至怀疑说 嘉庆皇帝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立储诏书带到成德 那根据青史稿《喜恩传》的记载 在当时诏书变寻不见的情况下 作为内大臣兼瑞亲王后裔的喜恩 站了出来 他指出皇次子绵宁有定乱勋应当即位 这个定乱是指定的什么乱 咱们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 这里呢我们就先说闲啊 在没有找到遗诏的这个情况之下 就提出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应当立即拥立免宁即位 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提议啊 军纪大臣脱金带军援等人都表现的有点犹豫啊 就是既不敢赞同也不敢反对 不敢赞同啊是由于毕竟立储诏书没有找到 无照善利的这个罪名谁敢承担 而且万一啊立储诏书找到之后 却发现里面写的不是绵宁的名字 那岂不是要出大乱子 所以不敢赞同 当然他们更不敢反对啊 毕竟啊绵宁是大家公认的 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选 如果公然反对 那岂不是要大大得罪了即将即位的新皇帝 这个以后还想不想活命了 所以啊贤恩的这个提法着实让主事的大臣们感到为难 还有一条史料也证明了立储诏书确实是好几天都处于找不到的这个状态 这就是嘉庆帝去世后的第四天 身在京城的皇后啊 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是太后了 就是后来的孝和太后 发来了一道意志 那意志当中呢首先是表达了对丈夫去世的悲痛 其次啊就提到了储备问题说 黄赤子至亲王 人孝聪锐 应武端唇 献随行载 自应尚应付托 辅欲离元 但恐仓促之中 大行皇帝未及名誉 而黄赤子秉性谦充 于所生之 为此特将一旨 传誉流金王大臣 持继黄赤子 继正尊位 以为大行皇帝在天之灵 以顺天下臣民之王 那这道意志呢 在《清宣宗实录》和《清史稿宣宗本记》当中 都有记载 里面的这个弹孔仓促之中 大行皇帝未及名誉的说法 以及皇帝去世之后 却由皇后来下发意志 命令皇子即位的情况 都再一次向我们证明 当时嘉庆皇帝的遗诏 便寻不见 这个事实 那虽然有太后的意志 又有大臣的支持 免宁即位这个事情本身 应该问题不大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遗诏的话 他这个即位的合法性问题 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大的把柄 但是庆幸的是 找了几天之后 终于在嘉庆帝身边的一个近世身上 发现了一个小匣子 打开一看 正是这份秘密礼处诏书 上面写明 早在嘉庆四年的四月初十日 也就是当时太上皇乾隆 去世之后的三个月 嘉庆帝就已然写定了秘密礼处诏书 将绵宁立为皇太子了 那一场虚惊就这样结束 绵宁终于在父亲的诏书 母后的意志 和群臣的见证和拥立之下 顺利即位 不过还是有学者怀疑这个立处诏书的真假 毕竟如果就藏在见识身上 那这个世卫为什么前几天都不拿出来 整个热和行宫都找翻天了 他会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吗 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个过程 最后突然就找到了 还是存在一些疑点 那同时绵宁有惊无险的结尾过程 还体现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父亲去世 遗诏不明的情况下 为什么无论大臣还是太后 都众口一词的说要绵宁继位 难道就没有一个兄弟和他来竞争一下吗 别人不说啊 像和太后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 黄三子棉凯和黄四子棉心 其中棉凯这个时候已经26岁 棉心16岁 而且棉心还很受嘉庆皇帝的喜欢 小小年纪就被封为了端亲王 嘉庆帝去世的时候 他和棉宁一起跟随行在 也就是也在成德 那凭他们母子三人形成的合力 对皇位就没有一点觊觎之心吗 这里我们就顺便交代一下 这个太后并不是棉宁的生母 棉宁的生母喜塔拉氏 在嘉庆即位后被册封为皇后 可是她这个皇后只当了一年多 在嘉庆二年二月就去世了 此后嘉庆又立了第二位皇后 纽葫芦氏 那下一指让棉宁即位的就是她了 自己有两个亲生儿子 却毫不犹豫地让棉宁即位 是由于这位太后大公无私吗 这个就要从棉宁的身份和成长经历 开始讲起了 爱心觉罗棉宁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当然在即位之后 根据乾隆所规定的避讳方式 他的名字就改为了爱心觉罗敏宁 那他出生于乾隆47年8月初10日 父亲永远当时还是乾隆朝的皇十五子 母亲喜塔拉氏则是乾隆亲自给永远指定的敌父亲 在棉宁出生的时候 23岁的永远早已经被他的父亲乾隆写入秘密立储诏书之中 虽然当时还没有对外公布 但实际上已经是确定的皇位继承人了 那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嫡长子 刚刚出生的小绵宁 在皇祖当中的身份自然不言而喻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清朝的皇帝从康熙开始就有了立嫡子的想法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成功 特别是乾隆两度玉立原配孝贤皇后所生的儿子为储君 但是都由于嫡子的妖者而作罢 到了嘉庆即位 原配皇后所生的嫡子终于顺利的长大成人 几代人的立嫡心愿终于可以在他这里得以实现 所以作为元后政敌的身份 绵宁具有其他皇子无可比拟的优势 再加上绵宁在排行上虽然是皇嗤子 但是嘉庆皇帝的长子是贤妃刘家氏所生 在很小的时候就要折了 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 所以绵宁还是实际意义上的长子 如此的话 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 那绵宁即位都是最名正言顺的 其次绵宁在做皇子期间还有突出的表现 实在他对真奇完好之物略不关怀 定性余文日语诗书相顶利 就是对什么奇迹饮巧都不感兴趣 就喜欢读书 在即位前就写成了养政书屋诗文全集 书中收录了他求学时期所写的诗词文章 数量虽然不少质量上可能就谈不上有太高的文学价值 不过绵宁所写的东西风格上总算是比较务实 多关注励志民生 很少有流连警务的这样的诗文 这一点跟他的祖父还是有所区别的 尽管他也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 那绵宁还从小就和其他皇子皇孙们一起接受了系统的骑射训练 有一个故事可以反映出他少年时代的骑射水平 说乾隆56年8月 年仅10岁的小绵宁随祖父乾隆去木兰秋险 当时老皇帝想起了自己在12岁的时候 跟着他的祖父康熙打猎的时候 曾射过一头熊 引得康熙夸赞孙子 誓命贵重 福江过语 那如今乾隆老皇帝处警深情 就对身边的皇子皇孙们说 今天谁能射中一头鹿 我就赏给他花铃和黄马褂 一旁的小绵宁当即拉弓射箭 郑重陆身 高兴的乾隆让人取来黄马褂披在他身上 还寄信赋诗一首 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老我侧冲上五福 幼孙众鹿赐花铃 诗意志士成七绿 所喜争先早二铃 时中乾隆先是夸赞了自己年近八旬还能打猎 再夸赞小孙子表现勇武 最后高兴的表示 自己射熊的时候是12岁 如今孙子10岁就射中了鹿 虽然鹿不能和熊比 但是早两岁的这个事实 还是证明皇室 后继有人 乾隆对道光的这一夸赞就像当年康熙 对乾隆的夸赞一样 都成为他们日后继承皇位的重要预兆和有力证明 最后让所有人都坚信 嘉庆会把皇位传给绵宁的重要原因 还在于在鬼友之变中作为皇子的绵宁立有大功 鬼友之变是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一次行动 天理教是当时盛行于北方的一个教派 嘉庆18年一场攻入紫禁城的计划 西华门 进攻东华门的一路很快被禁军发现 立即将城门关闭 因此冲入宫门的人数很少 很快就被全部侵杀了 而进攻西华门的一路由于有太监作为内应 就比较顺利 有几十个人都冲了进去 杀死守门的军士 然后紧接着进攻农宗们 当时的皇子们正在上书房读书 得到报告说有教徒打进宫里来了 明宁在得知消息后表现得十分镇定 命人取来了鸟冲赶到现场 先将爬上城墙的一名教徒击落 然后又看到另一名教徒手持白旗正在指挥 就再发一枪将此人击毙 连续击毙了两名教徒 这一下让其他的教徒吓得暂时停止了攀爬 不久之后 留守京城的怡亲王永璇 成亲王永兴就带领着禁军赶到 起义军失败 纷纷被捕 宫中作为内应的太监也全部被擒 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的鬼友年 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为鬼友之变 局势安定下来之后 绵宁接着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飞张上奏给父亲报告此事 让他第一时间得知实际情况 也同时让他放心 其次去给母后请安 让留在宫中的皇后安心 并且派弟弟棉凯在楚秀宫守护皇后 我们前面讲了 尽管皇后不是绵宁的生母 但绵宁对这位母后一直是敬爱有加 这也是孝和皇后在嘉庆去世的时候 能够支持绵宁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有感于皇后对自己的支持 绵宁在继位之后 对变成太后的她 也是极尽孝道 奉养三十载 直到道光三十年太后去世 道光帝是哀悔萧谷 一个月后自己也崩于太后丧次 这个扯远了 咱们再回来 那明宁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派皇后的亲生儿子棉凯守护好后宫 第三 她还派人继续在宫内搜查 看看有没有遗留在宫廷外围的教徒 后来果然在御膳房处又抓住了两个 那这三个措施 可以说是采取的非常及时而恰当 当家庆帝在回鸾的途中 得到儿子和大臣分别给他的奏报时 就对儿子绵宁这一系列举动是赞不绝口 说他是忠孝兼备 有胆有识 可家之志 让这个做父亲的都感动到垂泪懒之 说儿子的好 简直是比不能宣 他说宫廷内地 奉有祖宗牌位 那皇后也在宫中 如果不是绵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那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当即加封绵宁为至亲王 凤银也加倍 每年给到了一万二千两 算是对儿子的奖励 就连他所用的那把鸟冲 都被授予了威劣的称号 那以后绵宁想再用这把鸟冲 就得说去把我的威劣请出来 可见嘉庆对绵宁的赞赏和满意 那这些嘉奖成为后来被史书屡屡提及的杰出世纪 也让绵宁和其他皇子拉开了距离 我们前面说的内大臣喜恩 在嘉庆帝的遗诏不明的情况下 说绵宁有定乱勋 说的也是这件事 好那这一集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道光帝做皇子时的表现 和他继位的过程 从这样的表现来看 是不是大家感觉很难把从小优秀从容的 绵宁的形象 与后来昏贵懦弱的道光皇帝的形象联系起来 我认为这其中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史书在记载时 当然是要捡皇帝好的方面说 不然怎么能够突出皇帝光辉伟安的形象呢 可惜啊 小的时候说他好容易 那继位以后的一系列事实就摆在那里 再想替他做演示啊 大概就很难了 其次啊 就是皇帝的个人品行 能力与时代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就个人品行而言 明宁是好的 他务实 崇尚节俭 如果放在康钱时代 他也应该不是一个昏君 但是啊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 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大局势之下 绵宁从小所接受的传统的文韬武略的教育 就都派不上用场了 一个看不清时代的迷惘的皇帝 四十五经读的再好 国语骑色恋的再显熟 都无法成为一个明君 好 这一季的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意见三连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